美国一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代表团下星期将访问中国 希望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讨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业环境等议题 这个代表团将由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爱达河州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克拉珀共同率领 舒默的办公室上个月说 他计划展开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亚洲之行 彭博通讯社引述了解此行程人士的话说 在与中方会谈期间 参议员们将提出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限制 他们还计划在上海同美国公司的代表会面 讨论美国公司关切的在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 克拉珀说 他们计划在访华期间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这一安排尚未确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0月2日抵达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法院 出席针对他本人和家族 集团的民事欺诈指控的庭审 开庭前 特朗普公开向媒体表示 称这起民事诉讼是有史以来最大政治迫害的延续 是一场骗局的审判 这一案件的判决很可能会迫使特朗普放弃 如特朗普大厦、华尔街办公楼、高尔夫球场等他在纽约的资产 此外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正在寻求2.5亿美元的罚款 并禁止特朗普在纽约从事商业交易 法官阿瑟·恩戈龙表示 纽约欺诈案审判预计将持续到12月 自3月以来 特朗普已4次被刑事起诉 被指控密谋颠覆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 囤积机密文件并伪造与代表他支付封口费相关的商业记录 他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另一方面 美国最高法院二日成 不会因国会大厦骚乱事件考虑取消特朗普竞选总统资格 加州州长纽森近日签署一项法律 加强对租客驱逐保护 并填补现有法律中允许房东规避该州租金上限的漏洞 此举是更新一项2019年签署的法律 该法制定驱逐规范 且将租金上限设定5%加上通胀率 最高为10% 此外 根据该律 房东可因有过失或无过失原因驱逐房客 有过失原因包括未按时支付租金 无过失原因包括房东可以应要搬入该单位 进行维修或将单位从租赁市场上撤下来以终止租约 房客倡议者表示 一些房东利用无过失方式驱逐房客 以规避该州租金上限 根据新法 房东搬入自己单位或租给家人时 需识别搬入者 出租屋需在驱逐房客后三个月内入住 且需在该单位居住至少一年 用泛修房屋理由驱逐租客者 需在发出驱逐通知时 附上相关许可或合同副本等详细资讯 不遵守规定的房东 将不得不允许被驱逐的租户根据原始条款搬回该屋 民主党加州参议员杜拉索起草该法 也允许加州检察长 地方政府和租屋者起诉房东不当驱逐和非法上涨租金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坎查纳10月3日表示 曼谷市中心仙罗百利公购物中心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 五人受伤 当天17时10分左右 警方逮捕了一名14岁男子 他涉嫌制造了该枪击事件 根据泰国警方公布的报告 两名死者中一名是中国人 一名是缅甸人 五名伤者中包括一名老挝公民 一名中国公民和三名泰国公民 泰国中央调查局说 地方当局用武器扣押了嫌疑人 目前正在评估确切的伤亡人数 泰国警察总长多萨表示 这名嫌疑人有精神健康问题 在接受警方审讯后被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